原生泰陕北民歌女王王尔妮 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她几乎是代表了陕北农民的所有形象 用她那质朴清凉的歌声征服了很多人 王尔妮 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会员 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陕西省安塞县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延安市政协委员 自1999年获得特别奖后 此后便一发不可舒适 带着陕北原汁原味的原生泰唱法 不仅让她获奖无数 还曾为胡锦涛 习近平 李长春 贾庆林等国家领导人清点献唱 这更加奠定了她无冕之王的称号 星光大道让她被所有观众熟知 虽与冠军失之交臂 却激起了各界人士 对这位原生泰陕北民歌手的赞许 她的歌声甜美清脆 以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和淳朴的陕北妹子形象 打动了亿万关注的心 出生于农家的她 在刚出道的几年里 早早的就担起了家庭的担子 接近一家人的生活 供弟弟妹妹上学 你也许想不到有多难有多累 别人家的孩子在她这个年龄 依然吃喝玩乐 她却不同 大辫子高嗓音 她成为了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 家人的风tt retire 大辈子高血 文字幕真是 attends